书接前文 这大漠孤英赶尔丹 死了 真死了吗 真死了 怎么死的呀 病死的 怎么分析啊 怎么就像是中风 脑出血死了 自己呀在大漠当中躺了几天 就在1697年的3月13 这赶尔丹呢 病逝于自己的大仗当中 十年54岁 那么说今年康熙皇帝多大呀 您算呀 这正是康熙36年 圣祖爷八岁登基 三十六加八 今年是四十四 那有好朋友就好奇了 没事咱掰着这干嘛呀 这我就是想让很多呀 这电视剧党的好朋友都知道 这赶尔丹呢 实际上比康熙皇帝大了十岁 所以说呢 咱也别一提起赶尔丹来 就是康熙皇帝的女婿 这蓝旗格格的丈夫了 这电视剧之所以安排这部分剧情 那是啊 这编剧要在故事的主线上啊 还要加一条感情线 这么做呢 是为了让这故事更丰满 本书所在 盖尔丹愤恨数日饮食俱费 于十三日头痛 招丹吉拉前去 十三日母前病死 看样子呀 那位盖尔丹信任的成辈葬步 这位蒙古大夫 盖尔丹的亲信 也是没起到多大作用 这蒙古大夫啊 很对得起盖尔丹 提他不白提 一会儿还有故事 咱们待会儿再说 这丹吉拉呢 是盖尔丹的侄子 咱们钱文书交代过 这会儿啊 实际上在前些日子 就因为这个蒙古大夫啊 和这个叔叔盖尔丹 闹得离析了 所以呢 这丹吉拉 另择了一块的草场啊 单独放牧 不过他可没背弃盖尔丹 因为他带领着自己的部众啊 压根就没有走远 这盖尔丹临死之前 派人去叫他呀 他一听 他就回来了 这种病啊 我倒是很有经验 因为我们上上辈 有两位老人 都是得这种病过世的 留不下什么话 有能留下话的 也是含糊不清 基本上得靠家人来猜 这史书无载 我想这盖尔丹呢 也不会留下什么 政治上的家族上的遗言 因为呀 本身就是憋屈死的嘛 他政治上流言留给谁呀 留给这个丹吉拉 这位侄子吗 这位侄子现在 也不是准盖尔 韩国的接班人 那么说家族上的呢 家族上的 您也能分得清 听得明白 这蒙古人的家族关系 就是这样 您一吹灯拔了 谁还听谁的呀 不过这会儿 这丹吉拉 有一点是明白的 这盖尔丹的尸体 不能留着 留着也落不着好下场 要是让康熙皇帝 盗着他的尸首啊 那喂狼都是清的 据这个俄国史料所在 这丹吉拉要把他 叔父盖尔丹的骨灰 送到西藏 交给六世达赖 这可是正经八本 俄国人写的 《准盖尔韩国史》当中 所记载的 这也就回答了 前两天一位好朋友 给我留言 他说这个 盖尔丹都不知道 武士达赖已经原济 他首先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哎 您看没有 这盖尔丹不知道啊 这丹吉拉就知道 这丹吉拉很明确的表示 要把这骨灰交给六世达赖 这盖尔丹不知道啊 那是因为他不愿意知道 他师兄桑吉加措 借助武士达赖 他老师的名义 发表的政令法令啊 那都是向着盖尔丹的 所以说这十几年 他没有疑惑过 他认为他的老师就是这么的疼 他就是这么的向着他 就跟当年呢 他老师求使连环记啊 把南疆大片的土地 骗到了准盖尔 韩国的名下一样 那这些政令都是向着自己的 他干嘛还怀疑老师啊 他认为老师啊 就是疼他 老师还活着 要不是清军呢 把到青海和西藏 新疆的道路都封死了 他早就跑到 他老师武士达赖那去了 首先呢 是朝圣 其次啊 哎 是避难 再者呢 像康熙 嘎尔丹这种身份的人呢 他虽然怀疑武士达赖 已然原济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绝不会轻易的相信 平白无故 听几句流言蜚语 你就说人家活佛原济了 那能行吗 老百姓是可以风为严氏 可以议论 皇上啊 大喊肯定是不行 那既然打定好了 主意这骨灰 旧王六世达赖喇喇嘛 能送吗 送啊 送不了 您想 要能送得了骨灰 那赶尔丹不自己 早就跑到老师那去了 每条山谷碍口 都被清军封锁的 严严实实 走投无路啊 这丹吉拉 只能啊 投奔了他的堂兄 现在准赶尔韩国 真正意义上的大喊 策望阿拉布坦 就把赶尔丹的骨灰 交给了策望阿拉布坦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赶尔丹的一个女儿 叫做中崎海 赶尔丹的一个侧附近 还有这个侧附近呢 给赶尔丹生了一个幼子 没多大 也就是四五岁的光景 名字叫做车陵三鲁普 这一子一女啊 算是赶尔丹的两位亲人 那侧附近就不算忙了 这史书当中啊 都没提名字 除此之外呀 还有两个人 也交给了这个策望阿拉布坦 是赶尔丹的两名亲信 其中一位呀 就是赶尔丹信得过的那位蒙古大夫 他的亲信成背葬步 还有一位呀 也是赶尔丹的亲信 叫做诺言格隆 后来呢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也设计 把这个在一方游牧的 乌尔战扎部等人呢 也都相继的捕获了 这会儿呢 这康熙皇帝得着信 康熙皇帝什么时候得着信的 在哪得着信啊 在包头附近的黄河边上 这是自昭穆多大战以后 康熙皇帝针对赶尔丹的第三次御驾亲征 正在黄河边上修整的康熙皇帝 得到了这个策望阿拉布坦的奏报 说您别找了 我说了他死了 这上边啊 写得很清楚 这赶尔丹就在本年 康熙三十六年的三月十三日 死在草原上了 而且啊 已经炼化成了骨灰 这康熙皇帝一听什么 病死了 那么便宜啊 康熙皇帝大笔一会 就把嘎尔丹的死法啊 给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自杀 畏惧天朝大群 而选择畏罪自杀 那这是几个意思呢 好几个意思 首先说这康熙皇帝就不能容忍 给自己带来这么大麻烦的这位宿敌 寿终正前 病死了 自然死亡 那能行吗 那个 这赶尔丹呢 在康熙皇帝心里啊 这死法 要么就呀 就是被自己除掉 死在乱军当中 要么就是被自己俘获到北京 开刀问斩 再不然呢 就是畏罪自杀 总之呢 是不能好死 可是呢 他确确实实 这赶尔丹呢 他又是病死的 所以康熙皇帝 才给他改成畏罪自杀 这里边还有一点 你不是活佛吗 活佛怎么能够自杀呢 所以说这个改法啊 也是改给西藏教廷看的 康熙皇帝下令 把这个所有相关人等 也就是刚才咱们上边啊 都提到名的那些位 就是赶尔丹的儿子 那位幼子 车铃三卢普 还有他的女儿 钟启海 再有两位亲信 成辈葬步和诺言格隆 统统的给我压集到北京 这错完阿拉布袋一想啊 这俩人跟我们家也没什么关系 不就是赶尔丹 我叔的俩亲信吗 还有一位是蒙古大夫 他给赶尔丹看病看死了 我也不能留在身边 让他给我看病不是 那给您送过去就送过去 那至于自己这小兄弟 和这赶尔丹这位侧父亲呢 那也应该送过去 因为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啊 战争结束以后 战败一方的男性后人呢 确实要向对方大营当中 去接受审判的 至于能不能活呀 完全要看对手的心情 按说呢 这赶尔丹的侧父亲呢 是不能交出去的 蒙古没这规矩 不行 这侧父亲得跟着 为什么呀 孩儿太小 这妈妈得照顾 关于这赶尔丹的骨灰 和赶尔丹的女儿 中启海这事啊 这侧王阿拉伯坦 是真犯难了 这蒙古人自古以来 就没有把人家这个 战败一方的女儿还治罪的 您要是抢回家 得当媳妇啊 还行 可是这康熙皇帝啊 明令写着 这些人呢 打球车 专目龙 按罪人处理 到北京啊 是接受审判 这侧王阿拉伯坦一想啊 这跟我们蒙古人手里算啊 这不合谣性您这主意 哎 更为难的呀 就是这嘎尔丹的骨灰 死了死了 一死百了 既然都死了 您还要上骨灰干嘛呢 这是这骨灰啊 这一堆一块还在 这丹吉拉药说 把这骨灰扬了 或者干脆说呀 埋了 我哪给你找去 我们这儿啊 没这规矩 所以说呀 不给 但是康熙皇帝 态度非常强硬 你不给 咱们就断绝护士 你看呢 你守着你这妹妹 还有你书这骨灰 能不能当梁 当铁 当布料使唤 一年以后 这侧王阿拉伯坦 让这大清朝挤兑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最后还是把自己这位妹妹 还有啊 就是这嘎尔丹的骨灰 交给了大清朝廷 交给了康熙皇帝 这嘎尔丹的骨灰到了康熙皇帝的手里 您不用现在再听我摸分了 您直接翻回头去 听咱们第一集 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就在北京城仰山袜教场 就现在奥林匹克公园后边 那儿啊 是当年北京城最大的军事训练基地 当着数万八旗兵的面 哎 这太监呢 奉圣主康熙皇帝御旨 迎着西北风 就把这嘎尔丹的骨灰带子解开了 往天上一抖了呼的一下子 大喊嘎尔丹 就和这个北京的所有的老百姓进行了一次 亲密接触 对了 这一代枭雄啊 哎 让康熙皇帝给错骨嚷烟了 那这故事啊 还没讲完呢 这嘎尔丹还有没有亲人呢 还有一个 就是嘎尔丹的一个成年的女儿 这个女儿啊 嫁到了青海 现在啊 是一个和说特部的王爷的儿媳妇 那刚才咱们怎么没提到这位格格呢 因为这位格格已经嫁人了 他呀 不归这个侧王阿拉伯坛馆 归人这个和说特韩国馆 这康熙皇帝要人呢 也要不到人家这个侧王阿拉伯坛这 那咱们故事呢 在回到那个侧附近 带这个小儿子 往北京城行进的途中 这小儿子就病了 这车零三鲁普啊 还没到内地呢 就得天花了 那当年那病都能要皇上的命 您想 这一个小孩能抗得过去吗 就死的半路上了 那就剩这格格的女儿中旗海了呗 其实啊 一到北京 哎 把这中旗海啊 就从这木龙球车里放出来了 不但放出来了 还有专门的使用丫头 老妈子伺候着 那到了北京城住哪啊 就住在礼藩院呢 外院的几间闲房里 这大哥哥中旗海到那一看呢 感情这儿啊 还有人等着他呢 谁呀 他的弟弟 跟二丹最喜欢的那个儿子 瑟布腾巴尔猪尔 对呀 这瑟布腾巴尔猪尔啊 上人家去打鼓草 被这个哈密回王抓了之后啊 就送给康熙了 好几集啊 咱也没提他了 这会儿见着姐姐之后啊 其他俩抱在一起 是声泪俱下 感叹道 这简直就是两世为人啊 那么说 这俩人就这么演大个儿了吗 那那哪行啊 这康熙皇帝 真就把这个瑟布腾巴尔猪尔啊 给审判了 审了一个斩监后 那那位问了 是秋后问斩吗 不是 成年以后再问斩 康熙皇帝说了 这么早宰呀 不人道 等他呀 长够成年 那么说这个长够成年 是等到十八岁吗 不是 这八旗呀 认为十五岁就成年了 所以呢 等这个孩子 长到十五再说 那么说后来 十五岁之后 真给宰了吗 没有 这康熙圣主啊 还真不是那样的人 这色不疼巴尔猪尔啊 心里不搁事 小孩也不知道 什么叫斩监后 那大闸刀等着他呢 在北京啊 好吃好喝好戴上啊 白白胖胖的 还不生病 这康熙皇帝 见过两回啊 觉得这孩子挺好 还挺喜欢 后来呢 还点了侍卫了 最后可成为了一等侍卫 哈宁可别小瞧这一等侍卫 正三品 走到哪儿 都得有人点头哈腰的 称呼一声侍卫老爷 对路得管人家叫一声将军 那这姐姐中启海呢 这皇上也没为难他 把这中启海许配了自己身边的一位 二等侍卫 就是当年这皇上的一句话 这后展之恩必有后展之福 所以啊 这姐弟二人才能在北京城生活了下来 哎 就扎根在了北京了 哎 说到这儿啊 也就是说呀 没准您家街坊 一个不会说蒙古话的老北京 身份证上啊 写着蒙古族或者是满族 他保不齐啊 就是这彻罗斯 嘎尔丹 大汗的后裔 至于这嘎尔丹 嫁到这和说特蒙古那位 已经成年了的女儿啊 这康熙皇帝也表示 既然已经嫁人了 哎 他已经不是嘎尔丹家的人了 已经是夫家的人了 不予知罪 哎 就这么着吧 实际上这会儿 康熙皇帝 指着人家和说特不 所以就更不好啊 去追究这位女子的下落 那都是好下场吗 不是 咱们得说说那位蒙古大夫了 嘎尔丹那位御医啊 首先呢 这大清朝廷 让他表示归降 其次啊 这康熙皇帝 就是想让他详详细细的讲一讲 嘎尔丹死亡之时的具体信息 可是这哥们啊 哎 自始至终在嘴里就只有一个字 什么字啊 推 那说不了讲不起 你催了皇上 那就得有下场 就在西市 那具体位置在哪啊 西四啊 现在的国家地质博物馆 那原来是这个北京城啊 康熙年最热闹的地儿 捡了一个好天啊 把这个蒙古大夫拎到那儿 哎 是凌迟处死 也算是这位御医啊 在最后给这大汗 噶尔丹进了钟子 那有人说了 那噶尔丹的故事咱讲完了呗 咱们下边是不是该进入 另一个篇章了 不行 我觉得咱得有头有尾 咱们得把这故事啊 不能接到咱们这个系列的开头 做上完了 咱们得往下去 跟这乾隆皇帝 争讨准干尔啊 接上 这里边啊 还有两个大战役 等着咱们呢 不过咱们在往下讲 讲到策望阿拉布坦之前呢 我给您歇两集 应这粉丝的要求啊 咱们讲讲这胡佛转世 我能力有限 能不能把佛爷这点事啊 给您捋清楚了 那咱们还得听着看 那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明天 接着聊 不zej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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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